在国内的女明星中范冰冰算是比较有名的 而她花八年整容成范冰冰的样子 请晕妒做好车驯妇 但不及旅程自送范冰冰的一枚鸽子弹戒指 她便是何晨熙 当年参加超级女生时 称自己是蠢天然的 因为长相酷似范冰冰 所以晋级深圳唱区前十名 如今经常开好车驯妇 这是她的老公叫于小泉 何晨熙经常会在一辆价值400多万的好车法拉利上发自拍 具体该款好车法拉利458 国内售价在455万 搭载4.5升V8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高时速可达325公里 虽然长得像范冰冰 也依旧不及范冰冰的坐驾 这是一辆价值378万的好车 奔驰这级J63 AMG 百公里加速4.4秒 乃是范冰冰的坐驾之一 除此之外 她还有一辆价值400万上下的法拉利F430 搭载4.3升V8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高时速可达310公里 百公里加速仅需4秒 即可完成 名下最贵的好车 便是这辆价值500万不到的 老斯莱斯古斯特 搭载6.6T V12双涡轮增压防动机 最大马力可达571匹 可诚信名下所有的好车夹起来 也不及范冰冰手上的这枚戒指